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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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样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上 这一波目前看起来 有机会从低压带 发展成下一个热带性的系统 不过接下来主要影响台湾附近的 我们刚刚讲到两个时序点 那降雨的区域呢 我们就赶快带大家来看到 星期一 星期二这两天 台湾附近吹热比较偏东风进来 那主要在各地的山区 以及东半部的阴风面 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星期三这一天 东北风稍微增强 另外呢 东北侧 有一些零星的水气 东北部地区 以及东半部地区 转为有降雨的天气形态 星期四 星期五 水气量会逐渐减少 但是这个时间点呢 又转为偏东风到东南风 因此呢 在东半部以及呢 中南部的山区 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到了星期六 刚刚讲了另外一波封面 快速的移入之后 中部以北 以及东半部地区 都会转为有降雨的天气形态 另外各地的山区 也会有局部的降雨 那风面快速通过之后 水气就会快速的减少 星期六的下半天之后 到星期天 天气状况 渴望就会和缓下来 地面天气图 继续带大家来看到 高压中心 刚刚讲到这日本南方的位置 台湾附近吹得比较偏 东风到东南风进来 今天一直到星期 没有 星期一 接下来一直到星期五的这段时间 大致上天气状况 都还算稳定 不过呢 要注意到的就是星期六之后 会有另外一波的水气 会随着风面云带 快速的南下 这一波的水气 星期六影响之后 台湾各地会转为有 降雨的天气形态 另外我们要注意到的 就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 这个低压 目前看起来 在星期三的时候 它会比较接近到 旅宋岛的东侧 这个时间点就很有可能 发展为比较明显的 热带性低气压 接下来这个系统 如何发展呢 目前看起来 有机会增强 另外会 通过旅宋岛 也会持续为您来掌握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在接下来各地的天气形态 看到北台湾 明天在北部地区的高温 可以来到24到25度左右 而在中部地区 明天的高温 同样也是往上走 高温可以来到26度 而在南台湾 明天的高温呢 则是可以来到26到29度 东半部地区 明天呢 阳光也是露脸了 高温可以来到25到26度 但是宜蘭 有些局部短暂震雨的机会 而在外岛地区 马祖的高温也来到了19度 金门跟澎湖则是来到22到23度 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我们快速带大家来看到 在星期三之前呢 各地都还算是晴朗稳定 但是星期三开始 东半部地区 随着水汽移入的关系 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 北台湾偶尔也会有一些短暂雨 星期六受到另外一波 封面移入的影响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比较容易会有降雨 而在外岛地区 同样也是在星期三开始 另外一波的水汽增加 星期五之后 封面移入 马祖比较容易会有降雨的机会 小丁尼提醒大家两件事情 明天西半部地区扩散条件 还是比较差一些 外出记得口罩还是戴着 另外呢 在山区 中南部山区 东半部地区容易会有短暂震雨 这些地区的朋友行车注意安全 另外呢 记得攜带雨具 我是陈继根 广回来 简直继锁定中视新闻 我是陈继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坊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